前段时间 温软发布了新的系统 Windows 11 他打脸了自己 他自己曾经说过 Windows 10就是最终的这个版本了 但是现在算是打脸了 但是他们打脸不要紧 他发布Windows 11 直接导致我们用到的Windows 10系统 直接就不给更新了 虽然到2025年 他才正式停止服务 但是在Windows 11发布之后 Windows 10应该最多也就是打打不定 不会再有什么功能性来更新了 而且Windows 11的正式版 还支持直接运行Android应用 这一个是挺好玩的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升级成Windows 11 来体验一下这些新功能 但是微软对可以升级的机器的硬件 做了限制 他要求CPU必须达到Core 8代以上 而我的Core是4代的 远远达不到他们升级的最低要求 但是经过我一番折腾之后 还是成功升级成了Windows 11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里说的是升级 不是重装 升级的意思就是 以前Windows 10的那些软件 数据之类的全都保留了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些软件 这些都是以前用Windows 10的时候装的 现在都保留了下来 现在我确实就是变成了这个Windows 11 那版本Windows 11专业版21H2 2021年8月5号就是今天 而且他还是 嗯 他还是激活的 就这个地方他还是激活的 激活的 只要你Windows 10激活了 你升级成Windows 11 他也是激活的 但是在我看来 Windows 11 用起来 他稍微是有些别扭的 比如说像任务栏上的这些东西 他全部都聚中了 至于能不能把它调到左边 这个我还没有仔细的研究 我今天录这个教程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具体是怎么升级的 来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不过在这之前 我先说明一下 我下面所说到的方法 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这可能不是最好用的 但是确实管用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怎么弄的 首先我们先下载一个Windows 11的系统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先把它解压 这个地方 它和之前的版本不同 我们只要点击最后这个地方 点击一下 它就可以变成 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个菜单 然后我们把它解压 等待的时间有点长 我们后期制作的时候 会把它加速处理 好 现在是已经解压开了 你也可以直接双击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的配置 可以达到它的要求的话 你可以直接升级成Windows 11 但是我的不行 我的配置太低了 如果说你的配置 也达不到要求的话 你就可以点击这一个 这个文件夹 这样 然后在里面 往下拉 找到一个 找到在这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把它 右键 剪切 再退回来 再退回来 然后再解压这个Win10的这个系统 好 这个也解压开了 我们再进入这个文件夹 把刚才剪切的那个文件 我们把它粘贴进来 右键 粘贴 它就会问你 是不是要替换当中的文件夹 我们选择替换 这样我们再退回来 再去到刚才那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解压这个文件夹 这个压缩文件 把它解压 然后把它右键 剪切 我们再打开这个文件夹 我们再打开这个Win10的这个文件夹 再进入这一个 右键粘贴 选择替换 我们再进入上一个文件夹 这样 我们现在选择它 选择升级就可以了 这里虽然它提示是安装Win10 其实这个无所谓 因为刚才我们把它替换了 那一个一开始的那一个压缩文件 那个就是Windows11的系统 实际上它现在安装的就是Windows11 就是在给我们 它表面上是在跟Win10升级 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升级到Windows11 但是我们要选择这一个 如果说你的硬件什么都达不到 就需要选择这一个 问你是不是现在更新驱动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选择不是现在 如果你选择是现在的话 它会检测你的硬件 看到你达不到要求 可能还不给你升 然后我们点击不是现在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出现这个之后 我们再点击接受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Windows11系统了 所以说它不能 只能点击现在这个5 如果说你是Windows10系统的话 你是可以点击上面这个保留个人 应用这类的这些东西 刚才我就是点了这个 刚才我就点了这个保存个人应用 然后就是点击下一步 它马上就开始安装了 安装完成之后 以前的那些软件什么的就都过来了 因为我现在我是用Windows11给你做演示 它没法 Windows11没法再升级成同版本的系统了 所以说不能点上面那两个 大家升级的时候我来看一下就行了 我来看一下 今天要涉及到的几个软件 一个是Windows10的系统 一个是Windows11的系统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还有这个文件 这几个都是需要大家来下载的 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 我们外个社团 教你一招系列 不再提供任何的下载地址 这个都需要自己 这个都需要大家自己去下载 我们只是单纯的做一些教程 好 这次教程就录到了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载地址